喂大家好 我們這個影片這則影片 講這個課本習題 第2章後面習題第9題 然後這個習題這個習題其實是 非常簡單的一個例題 OK我都不知道 我都覺得這一題不應該要錄影片 OK 不過為了完整性 我還是稍微錄一下好了 OK 他一開始有一個化學反應 2A加3B加C 會等於一個 會只能產物 然後他一開始 給你這ABC的 ABC的量是多少 然後他說反應過了一段時間之後 A剩下1.0 More OK 然後呢 這個他就問兩個問題 B就問A的轉化率是多少 A小題就問說誰是限量試劑 OK 這個限量試劑 這個我們已經很多則影片都已經提過了 這個限量試劑 就是去找他的最大反應程度 每一個反應物的最大反應程度是多少 這個東西呢 這個你講到不要再講了 OK OK 反正這邊呢 你說到這個名詞呢 你要索就對了 OK 最大反應程度 就是假設東西都反應掉之後呢 然後扣掉他一開始有多少 然後呢 再處理他的化學劑量係數 OK 那A的化學劑量係就是多少 小心 這是-2 這是-3 B是-3 C是-1 那所以呢算出來是1.5 然後呢 1. B是1.166的樣子 166應該是吧 然後呢 A算出來是1.1啦 那這個誰有最 所以說你看一下這個東西呢 具有最小的最大反應程度 OK 所以他就是Limiting React OK 給他有最小的最大反應程度 那第2小題問說呢 這個A的conversion是多少呢 那這conversion的定義是什麼呢 conversion呢 在智本課是用X來表示 conversion的A呢 就是 就是你消耗掉的量呢 這個你要注意他這個 定義是什麼 消耗掉的量呢 除以一開始的量 OK 這就叫做你的conversion 那消耗掉的量是多少呢 就是你一開始有多少 扣掉你剩下有多少 一開始 我再寫掉一開始 有多少 然後呢 扣掉 這個 應該 應該不要寫一開始1 1好像 1好像會很容易造成誤會 OK一開始有多少 然後扣掉呢 扣掉你剩下多少 就是你的消耗量 OK 要小心啊 這有時候呢 緊張的話呢 就很容易 很容易把這個定義搞錯 OK 好那一開始的量呢 已經給我給我們了 是2.2 然後後來 他說過了一段時間之後呢 反應 A只剩下1.0 OK 那除以一開始有多少 OK 那所以呢 這個conversion呢 大概就是0.545 0.545 那0.545呢 就是54.5%的意思啦 OK 這是一個非常簡單的問題 OK 希望大家呢 就知道一下conversion的意思是多少 conversion的定義是什麼 OK 這也太簡單了 因為他就直接給你A剩下有多少 所以這個就直接非常的簡單 那其實呢 我也可以給你說 反應一段時間之後呢 B剩下多少 或是C剩下多少 那這樣呢 再問你說A的conversion有多少呢 A這個就會比較有難度一點啦 OK 好的 好的 這個基本上就是課本的立體 稍微改寫 OK 這跟課本的立體 這個 上課的立體很像 好的 那這段影片就到這邊啦 那 之後呢 別的問題再聊啦 拜拜 嗯哼哼哼